南投普里的桃米生态村,一栋大约三层楼高的白色建筑,处立在田园中非常的显眼。 顶天立地的长条雾面门板推开,才知道里面是一座教堂。 圆柱拔地而立,撑起椭圆形的屋顶。 座位是长椅也是圆柱。 用手一摸,赫然发现它是纸做的。 这些圆柱是普里和日本的职场合力打造。 纸架堂是有58根高5公尺,它的直径33公分的柱子所组成的一个椭圆形的空间。 柱子一根可以承载将近7公吨,横的侧面可以承载3.5公吨。 10个人坐上去都没有问题。 外围这个部分是我们普里的风雨职场所做的纸线。 那这个纸线它可以运用在非常多的家庭的装饰,或者是像我头上所戴的这个帽子,都是这个纸线。 廖家展是翠生这座纸教堂的推手。 他在寻找921地震自力重建的过程当中,巧遇擅长纸建筑的日本设计师板茂。 加上普里是特殊纸和高级包装纸的产业中心。 盖纸教堂可以用最少的资金,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座灾后的精神堡垒。 921地震九周年的当天,纸教堂落成启用。 仅能够容纳120个人的纸桶大厅热闹非凡。 一年多来,吸引了一万多人造访。 全球唯一的纸教堂开启了人与土地的新思维, 也让更多人认识埔里的特殊职产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